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想财吃 牛和熊都跑得飞快 所以我个人想和大家分享 不是说我一定会赚钱 我只是说 只要你具备了三个条件 你一定会在股市当中赚钱 第一 你必须要有知识 第二 你必须要有经验 这两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经验 你没有经历过很多市场 你会可能手务没有办法 那么你有知识 就是你会看基本面 你会看技术面 你会知道很多东西 那么这具备了两点 第三点非常重要 是贪婪 在这个大盘的行情当中 很多朋友问我 Wallman你看你的这个 昨天你说的很对 大盘要见底 但是我觉得你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一直看多 我们就是输了 就是你一直看涨 为什么你不做空呢 昨天还有个朋友 打电话给我说 为什么你不做空呢 其实我跟大家讲 今天我非常非常高兴 因为昨天导播都问我 今天你都讲得很少 但是我今天的话特别想多 想和大家分享 但是这个节目也是非常有限 所以长话短说 我觉得在我们最近两个星期来 我们做了一个叫Swing Trading Day Trading Call 我把所有的精力 放在每天的一个短线 如果说做波段的话 我一定买一个保险 前期跟大家说过 叫Cover Call 我像TZOO SLV 我都做了Cover Call 我最近也买了新浪 我也准备做Cover Call 那么这样的话 我觉得做下来 今天就这个组合赚了2万多 而且今天我们从Day Trading Call 从最近两个星期市场是一直下跌 我们做的单子全部是看涨 居然是上涨了20% 那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刚才讲的那句话 只要你不贪婪 那么你会赚钱 不在乎说你是看多还是看涨 很多朋友最好希望Warren 每天能够发现这个股票涨还是跌 你Warren 这个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够持续太久 也许他会讲很长一段时间 就像算明先生帮10个人算了以后 他都赚 但是有一个人说错了 也许他这个英明就没有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不在乎你买涨还是买跌 你像今天我买这个BAC 我就买了两次 对吧 原来是算5块07 这是我认为的一个支撑点 结果我的电脑啪想了是5块1毛3 当时算的这个点位 结果居然是今天的最低点 那也不要说那么神了 5块3进去了 来回教育了两笔 当然今天的行情波动很大 但是我跟你大家说前面的几个笔 今天我有一笔Netflix 我止损了 我特别开心 为什么 我说止损了 破处了 什么意思呢 就终于止损了 做了11笔 你终于止损了一笔 否则人家说 温如你是不是在做假 你每一笔都赚 我都不想做 我想认为我应该止损 因为这样的话 告诉大家 其实股市是有风险 讲了那么多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只要有纪律 我相信一定会占权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亏钱 那很简单 每一个人 你和我 都会有贪婪的欲望 就是赚了这点 哎呀不够呀 还要赚 继续赚 结果想不到大盘开始向下 所以这个时候呢 贪婪和恐惧 永远是围绕这个市场的主旋律 很多人问我 Warren TCOO 新浪 这个股票 那个股票 我说老大 这个股票都已经只有现金股票 现金值的二分之一了 你说它还不值钱 我只认为说 这个股票市场已经很疯狂了 也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恐惧了 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说了那么多呢 我希望大家记住 我还是那句话 我走了那么多年 我觉得 只要你止住贪婪 我觉得你会赚钱 但是你能保证我不贪婪吗 不可能 你看我年纪吧 还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等到了他了 你就不贪婪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就失去了活力了 也不会在这里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牛和熊都能赚钱 不在乎说你每天预测市场的方向 而最关键的在于说你不要贪婪 我请给大家看一下图一 图一的话 就是我们最近的交易的几笔 我还是把那个十笔 今天我们终于有了一笔止损 我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这个是命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我们也是做多的 第二张图呢 就是我跟大家说了 昨天呢 三个见底的信号 今天呢 还有很多朋友继续撒跌 因为说技术分析上破坏了 我有一千一百零 下面是九百五十六百六 我个人觉得 华尔街不是这样运作的 庄家的目的就是告诉你 来宰杀这些散户 因为散户都非常恐慌 今天撒跌的有多少散户 第三张图 今天标普版 明显在我们前两周 周四 叫庄家的潜规则 在零点七八六 开始反转上涨 为什么那么准 这就是庄家的一个规则 好 第四张图 今天就是这个NASDAQ 也是非常标准在零点七八六 出现反弹 所以我请大家一定注意 这个知识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五张图 是今天的黄金呢 终于呢 出现了回落 刚才有位朋友问我 黄金顶不住了 终于 我说这个黄金 我从来就不要 不看好 但是我中长线 坚决看好 但是短线呢 我觉得很难做 有些很多朋友说 无论你也不要给天 每天给我们 你有的时候就要我们出场 不要再进股市了 但是请大家注意 外汇 比如说我说 做空外汇 昨天我就叫大家 不要碰欧元了 不要再做空欧元了 1.31多 我给大家看了一个 切形的图 我说不要做空欧元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 黄金和外汇 其实是股票当中 就像一个品种 一个股票一样 那股票有一万多种 你可以做多 你可以做空 其实股票永远谈不完 所以我想在今天呢 很多 但是有一句话 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 就是牛和熊呢 都能赚钱 不在乎说 你一定要看清楚 大盘的方向 而是你要有 一种 知足常乐的心态 这也是我们 必须大家一起去努力的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